二战德军战备口粮 有一些德国的肉罐头 在底部有化学自热装置 转动罐头底部 里边的生石灰和水接触发热 几分钟就能把温度加热到五六十度 而且没有烟 讽刺的是这种自热罐头的发明者 是1897年的俄罗斯的工程师 菲特洛夫 1915年 帝俄 那会儿还是沙皇俄国帝俄 军队开始少量的装备部队 但后来的红军嫌麻烦取消了 德军倒是积极的使用了帝俄的发明 这种自热罐头广泛的应用于潜水艇 侦察山地兵和其他的特种兵 德军在二战期间确实比苏军吃的好不少 不过比美军还是比不上 当然了 斯大林是个典型的夜猫子 他的工作基本在晚上进行 斯大林的一天 是从下午开始的 上午睡觉 中午起床 傍晚还要睡个午觉 午觉之后 也就是七八点钟开始 整夜不睡觉 是吧 这些独裁者啊 他不正常 据斯大林自己说 熬夜可以让他静下心来 更好的思考和工作 晚年的斯大林 不再通过正规的国家机构 和议事规则管理苏联 他依赖的是一个由他的亲信 组成的小圈子 随心所欲的调遣他们 斯大林熬夜 亲信们只好跟着熬夜 毛泽东熬夜 周恩来也熬夜啊 周恩来可是白天还得干事呢 所以周恩来的身体不就垮了吗 对吧 后来得癌症不就死了吗 这些亲信被他折腾的 疲惫不堪 苦不堪言 斯大林熬夜 不只有工作 还有丰富的夜生活 一是看电影 二是吃宵夜 三是洗桑纳 一般情况下 看完电影 已是凌晨一两点了 接下来斯大林 要开启 宵夜模式 不管有没有看电影 这个点 一两点啊 半夜 这个点 他都要吃宵夜 吃宵夜 是斯大林的一大癖好 此时亲信们早已哈欠连天了 斯大林却精神焕发 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斯大林让他们跟他一起 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秘密行宫 叫孔策卧别墅 共同吃喝 说是宵夜 其实比大餐 正餐 还丰盛 牛肉汤 红菜汤 乌克兰绿汤 然后 有牛肉汤 白菜汤 红菜汤 蘑菇汤 卷心菜汤 罗颂汤 甜菜汤 秋葵汤 多脑河飞鱼 克斥飞鱼 克斥半岛吗 就在乌克兰 克里米亚的东边吗 还有西伯利亚的江雪 熏鱼 烟鱼 鱼排 水煎鱼 珍珠鸡 野鸡 土鸡 鸭子 鸮 鸥鱿 蛰骨 还有 煮牛肉 炸肉排 羊肉串 四川 面条 黄油 桥迈粥 面包 芝士蛋糕 果冻 蜜腱 水果 浆果 蔬菜 矿泉水 葡萄酒 鲜鱼 鲜肉 新鲜的蔬菜水果 矿泉水 都是用专机 专门空运过来的 毛泽东也是啊 毛泽东吃的喝的用的 毛泽东抽的烟 专门从四川 是吧 来了一个班子 专门在那个北长街吧 一个小院里给他生产 专用的烟啊 对吧 他抽的烟 他吃的东西 当然是特供啊 特供里的特供啊 据斯大林的独生女儿 斯维特兰娜 她叫阿里路耶娃 斯维特兰娜 是吧 先是嫁给了一个数学家吧 后来又嫁了一个印度人 后来又跑到美国去了 是吧 斯大林是俩儿子 一个姑娘 大儿子叫瓦西里 他不太喜欢大儿子 大儿子后来被德军俘虏 死在了集中营里了 战俘营 二儿子叫瓦西里 老大不叫瓦西里 老大叫亚科夫 亚科夫 是个工兵上位 被俘虏了 好像是在基辅保卫战 还是在哈尔科夫战役 被俘虏了 老二叫瓦西里 是苏联莫斯科军区的 好像是防空军司令 后来喝大酒 岁数不大可能也死了 即使年纪大了 胃口不如以前 他的独生女 阿里路耶娃斯维特兰娜说 父亲每餐只吃一点 但他依然要求酒瓶摆成森林 就摆这谱啊 御膳房啊 皇上啊 是吧 桌上摆满菜肴 他喜欢这个排场 哪怕是异常困难的 卫国战争期间 斯大林的夜宴 依然奢侈排场 仿苏期间 英国首相丘吉尔 一直记得 雅尔塔和莫斯科夜晚的 酒池肉林 欧洲的记者这样写道 在苏联人民饿肚子的时候 这里 指的斯大林周围 是令人作呕的奢华 当然这个 不是真的斯大林 这是电影里的斯大林 真的斯大林不是长这样 是吧 这还有漫画 漫画啊 斯大林在吃苏联人 是吧 拿苏联人的生命在 在挥霍 在在残害啊 他吃的就是苏联人的命 是吧 别以为斯大林请客 是出于好客 他有恶毒的目的 那就是让他们 先吃 充当试吃员 看看食物 是否有毒 尽管孔策卧别墅 有专职的试吃员 韭菜 端上桌之前 都经过了试吃 贴上 未发现有毒物质的标签 但斯大林并不信任 这些专业的试吃员 还得让苏共的那些高层 政治局委员 再吃一回 他才放心 陪斯大林夜宴 是殊荣 也是苦差事 尽管明天一早 还有工作 但是黄恩浩荡之下 每个人都必须竭尽所能的 猛灌自己 猛喝 苏联人啊 就老毛子爱喝白酒 喝大酒 喝少了 怕被斯大林怀疑不忠 喝多了 又怕酒后失言 据许多参加过夜宴的人回忆 喝醉 是正常的环节和礼节 斯大林不怎么喝酒 坐在那里默默的观察 和倾听 大家醉酒后的反应 是吧 所谓的酒后土真言吗 这也是他夜宴的重要目的之一 你说半君如半虎 多可怕 贝利亚 喜欢在灌酒时推波助澜 他就是大太监嘛 这种醉酒 在卫国战争胜利后特别频繁 打赢了吗 是吧 最大的威胁 纳粹倒台了吗 希特勒自杀了吗 苏联又占领了整个东欧吗 是吧 那会儿肯定他们比较狂妄 智德亦满 愁愁满志 很多将军都喝醉了 喝醉之后 都说了不该说的话 在舌头上 栽了跟头 倒了大霉 毫不夸张的说 斯大林的每一场夜宴 都是鸿门宴 通常情况下 夜宴的最大规模 保持在20人左右 但是随着老去死去 和被清洗枪毙的人越来越多 规模不断缩小 是吧 亲密战友 一个一个的啊 死的杀的 被被排除的啊 斯大林喜欢劝酒 劝酒的水平很高 但他只喝自己开封 自己倒的酒 以避免被下毒 他喝的酒里 掺了矿泉水 以保持头脑清醒 喝酒的时候 他最赏心悦目的事情 就是观看部下 借着酒劲打架 争宠 争宠 是吧 就跟那个罗马斗兽场 两个奴隶 互相刀砍杀 或者奴隶跟野兽搏斗 他喜欢看这个 唱歌 跳舞 他都喜欢 喜欢看别人 就在他那献媚 争宠 斯大林 是格鲁吉亚人 对家乡美食 情有独钟 最喜欢家乡的葡萄酒 羊肉串 果干 糖果 腌制 奶酪 香辣肠 二战结束后 斯大林的菜谱中 出现了鲑鱼片 鲜鱼 干炸牛排 鹅肝 等法国菜肴 主食为面包 加鱼子酱 但出自格鲁吉亚的 美酒和羊肉串 始终是他的最爱 格鲁吉亚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葡萄酒的产地 也是拥有葡萄品种 最多的国家 达到524种 斯大林执政后 格鲁吉亚的葡萄酒 成为苏联的国宾酒 1953年2月28日夜 斯大林与赫鲁晓夫 贝利亚 马林科夫等人夜宴 酒酣耳热 直至深夜才分手 随后他又蒸了桑拿 喝完酒之后蒸桑拿 或者剧烈运动 这非常危险 容易诱发心脏病 或者血管破裂啊 是吧 直至凌晨4点多 才返回寝室休息 历日第二天清晨 斯大林病未如常起身 警卫人员迟至傍晚 才敢入内查看 不敢进他屋 怕你说他 他说你要谋害他 你要刺杀他 但是啊 你看早晨到傍晚 这都多长时间了 十多个钟头了 发现他一倒在地毯上昏迷不醒 经医生诊断 斯大林因脑血管破裂 导致严重的脑溢血 虽经数日的权力抢救 斯大林终于在1953年3月5日去世 享年73岁 魔鬼的鸿门宴就此彻底散席了 曲中人散了 是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是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谁唱的歌来着 是吧 比昂 是比昂吗 不是 郑军 郑军 是吧 哎呀 灰姑娘 我的灰姑娘 是吧 郑军 郑军 多少人因此获救 斯大林同志 不过也有的说斯大林当天就死了 是吧 也可能没死 不知道 反正对外宣布死讯 3月5号 他死后 赫鲁晓夫上台 然后毛泽东看赫鲁晓夫不顺眼 是吧 你把你的老大后来秘密报告给批的一无是处 狗血淋头 是吧 体无完肤 后来毛泽东想当老大 然后开始批苏共 苏共和中共 后来苏联和中国就干起来了 是吧 比如说